好 剛剛有委員提到說 真的 政經拿出來一看就知道 所以說陳情邁現在 感覺各界的傳聞就說 要出來選這個補選 好像已經呼之欲出了 不過大家等等等不到的是什麼 國民黨到底要派誰來出戰 現在黨內一直沒有定調 像是本台的主持人趙少康 就忍不住對國民黨開炮了 還有連前縣長虎哥 周錫瑋都炮轟 國民黨被打趴 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軟弱的執政黨 他這個人對情意特別的重視 後來呢 後來呢 當了高雄市長以後呢 騙人到現在不敢來上節目 不是 什麼情意 情意你個鬼啊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專訪國民黨高雄議員黃紹婷 劈頭就是狂轟猛炸 但黃紹婷也有話要說 人家台北離高雄太遠了 我覺得真的距離遠 還是有一點差別 那問題是你是同文整啊 那另外一邊是130萬耶 蔡姐 你又要想挨罵了 130萬都你們家的票嘛 我沒有這樣講 那我說那你也沒有 你也不知道那130萬 到底是贊成還反對啊 不管如何罷免通過已成事實 民進黨預計下周山 將要徵召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投入高雄市長補選 那國民黨到底要派誰 這位在高雄擔任多屆的議員 有意願替黨出征嗎 那每個人的生涯規劃 每個人的意願 我覺得這就應該是現在 黨中央他們要來 做一個了解 那還有甚至黨中央 他要做出一些配套 對高雄的一個規劃 看來意願不太高 也難怪黨內不少人 在罷行後從候補人選 到要不要報復性罷免 對國民黨的處理態度 不甚滿意 所以國民黨一事無成 什麼都做不成 就是一堆窩囊廢在裡面 不敢打造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還有那個執政黨心態你知道 要安定 安什麼定啊 國民黨是沒有聲音 國民黨是被打趴了 沒有信心也沒有勇氣的一群 我沒有看過一個在野黨 是如此的軟弱 周錫瑋 趙少康接連開砲 國民黨中央有聽到嗎 國民黨這邊也會加快腳步 對相關的可能的人選 做最後的這個徵詢 但要找在地青壯明代 還是前市府的專業形象牌 國民黨仍舊討論中 記錄新聞 東郵專開域台北長報導 好 現在看來呢 藍營的人選還是難產當中 究竟是要中央指派 還是地方來說 我我我我我來承擔 有這個我們來看 現在是不是出現一個意見分析的說法 就是說我們要派在地的年輕人 還是去徵詢他們的意見 先前有說白派背景的立委 吳一丁 吳一丁就說中央來決定吧 他說議員黃少廷 他也有一點四朗波千斤的意味嗎 他說連任三進以上 有民意基礎的議員有好幾個 黨中央不要炒短線 或者是說先前被點名的黃柏林林國鎮 還有李良堅 以及曹環榮 這一些潛在的人選 到底會是誰都在等國民黨來給答案嗎 如果以新話你一定要問我的話 我覺得上面的人選應該都不會是在裡頭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境 就顯現了國民黨從來沒有在高雄好好培養 從基層培育 要不然如果你人才積極 你根本不會有這種窘境 點兵點將 連挑一個人都不曉得 你能夠擺在這個時候 此時此刻的狀況 此時此刻的狀況 是陳其邁有九成的勝率的狀況 陳其邁出來之後 國民黨顯見沒有辦法贏得那麼輕鬆 甚至連贏的選項都不見得會出現 在這樣子的一個佈局 你要什麼樣的人 如果你今天在高雄長期經營 你有這麼多的人 你隨便可以挑一個 你想要擺在這邊 這一次的戰略 可以遂行你的意志的人都可以 可是這麼的危險 這個好像少了一個什麼 這個好像缺了一點狀況 這邊如果再多一點什麼就好 這個好像每一個都沒有那麼足夠 但這邊有天缺 這邊有地少的狀況 你怎麼跟一個休息得滿滿飽飽的 陳其邁去對決 這時候到底應該要做什麼樣的策略 光策略就好 一定要贏嗎 還是只求少輸 還是說如果接近贏 但是嚇得陳其邁一身冷汗 到現在連國民黨 連這種策略完全都沒有 好像還是有一點正在摸索當中 對 全部沒有 甚至現在有說 要不然乾脆吸取2014台北市的經驗 過去是白綠合作 現在我們藍白拖 藍白合作好了 高雄市議員邱宇軒就說 韜光養晦 不參戰 不是確戰就說 還是我們就乾脆不推了嗎 怎麼可以 對 然後柯文哲就說 民眾黨的提案是共同支持 無黨籍的人選 最差的狀況就是自己找人 那麼國民黨的黨主席 江啟成說 人選還在徵詢 不方便透露 會保持最大的彈性跟空間 有點說了好像也沒說 大家就希望知道 還有文傳會的主委王玉民 他說我一定會自提 我們一定會自提人選 而確定之後 其他政黨覺得是優秀要合作 當然是張開雙臂歡迎 但是這是不是就說 我們公民黨會提 那如果你白色力量要來一起合作 OK OK 我們歡迎 但是前提是 我們公民黨會推人選嗎 我覺得文傳會主委王玉民 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贊成 而且我也支持 國民黨本來就應該要如此的打算 邱宇軒說不參戰 但是不確戰 那你這個黨直接廢掉好了 你有看過民主黨 共和黨 就像現在共和黨贏 民主黨會在哪一個州放棄了 我不提了 就算是阿諾斯瓦辛格 我還是得再提一個 更可以跟他匹配的人 這就是政黨精神 兩黨政治的精神 竟然會說出不參戰 那你黨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哪怕你要培養下一個韓國瑜 你都應該要找一個人 來慢慢去戰 沒有戰 你何來贏 所以沒有不戰的道理 所以這個選項 在政治低能兒才有可能講出來的話 但是其他包括文傳會主委 王玉民 我同意他的說法 這個時候我們提議的 但是柯文哲 你們要來一起共推 帶來一起來 因為我是第二名大黨 我再怎麼樣 我還有15個執政縣市 請問一下民眾黨有多少 我覺得王玉民這個態度是對的 我是真的最大的在野黨 你就算要吸取我的能量 你也來支持我的人再說 我們在一起合作 而不是說你來 我們共同去支持第三個 這就是吃豆腐 柯文哲很顯然的 在吃國民黨的豆腐 藍白合作 他就是在汲取人家的能量 這樣子的合作模式 最後一定破局 所以民眾黨必須要在說法上 要有所退讓 但是柯文哲這樣子的說法 也有他的道理 他故意要把自己第三名的能量 往上提升 變成我跟國民黨是2 3 但是我們實力接近 會容易形成一個行銷上的假象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白色力量跟國民黨是並肩 我們絕對有這個辦法 跟他們一起坐下來談判 當上市對下市跟平等的 那就是不同的談判狀況 所以柯文哲 確實也非常的聰明跟厲害 所以這一局藍白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未來才有可能 這次國民黨在高雄選得漂不漂亮 但是絕對不是不慘戰 所以現在補選 國民黨會不會也會來參考一下 韓國瑜的意見 因為現在都會覺得說 韓國瑜在昨天的告別會上 展現了他的人氣還有政治能量 我們剛剛有評論說 這會不會是個鬥號 反而不是韓國瑜政治能量的句號 他是要進行陳潔了嗎 現在就有媒體預測 6月10號韓國瑜中常會上面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一堅扛說 自己被罷免跟黨無關 就一句話其實把他的支持者 可能會對於藍營的整個磨難 他全部一堅扛 那麼6月11號 那麼國民黨會比較尊重韓國瑜嗎 他就國民黨的王玉銘就說 補選的人選會遵循韓國瑜的意見 甚至說會不會出現江韓領選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在這一場 最後補選一定會有他的角色 但是韓國瑜絕對不會參與 其他的意見 但因為說實在我剛剛講了 國民黨在高雄完全沒有辦法 提出人選 就是他們從來沒有經營過 你沒有經營過 所以你根本提不出人選來 那誰真的在高雄有執政 唯一只有一個人 韓國瑜 你不問他你得問誰 但是這次 如果國民黨以尊韓的理由 然後把所有人在這次補選的責任 再推給韓國瑜 這個人是韓國瑜決定的 這個人是韓國瑜要的人 我跟你講國民黨太不聰明了 這個時候國民黨自己必須要扛起來 你要跟他說 我們會遵循韓國瑜的意見 可是不能用尊韓 用這樣子散發出這樣子的一個文宣 尊韓兩個字就是告訴所有人 到時候8月15號出來的結果 我有尊重韓國瑜 這裡又有責任他要扛 人都已經離開了 還願意扛下 有沒有 一間扛 不被罷免與黨無關 如果人家都願意這樣做了 你還用尊韓的方式把責任推給他 然後自己後來 然後又跟柯文哲弄得不好 我跟你講這一場2022的 補選將會影響國民黨會不會20年在野 可是現在也有另外一個說法說 韓國瑜看得出來雖然被罷免 但是他有他的基本盤 有一定的實力 有一定的聲量 現在會不會說在黨內變成了 韓江連線變成說 變成2021的黨魁爭霸 變成這樣不等邊的三角形 這兩個人韓江連線會不會走得比較近 那麼前主席朱立倫會不會相對來說 看起來勢丹力包 媒體這樣的預測 尤之哥你怎麼看 笑死人 會有這樣子的評論 我跟你講這就是操作來的 完全是操作來的 你只要把這個三角形 把它遮掉這兩個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不可能韓國瑜在2022之前 去選黨主席 沒有這個選項 而本來在20212022之前 本來就是由江啟臣當黨主席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還會吹奏一池春水 就是有人出來說 不只只有我 還有一個我叫朱立倫 朱立倫在裡頭磨刀禍禍 處心拘律 以前在挺韓跟選總統的過程裡面 他當快閃族 這次突然之間 朱立倫突然變成了新聞的要角 高雄他突然插了一咖 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Google朱立倫跟高雄 曾幾何時他有過關係 可是這時候卻占了版面 好 那麼現在在線上 跟我們一同參與討論人士 葉元之 元之你好 是 楚森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元之 我們剛剛在討論 這個市長補選 藍營到底會不會缺席 大家等得好交集 你有沒有新的答案 趕快跟我們分享 今天是聽說可能人選是吳怡丁 因為吳怡丁他有滿足40歲上下 然後又是高雄在地人的條件 那本來好像吳怡丁 對於參選是比較沒有興趣 但是今天有鬆口了 所以大家現在猜測說會不會是吳怡丁 那我是覺得說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說國民黨不管怎麼樣 這次雖然韓國瑜被接近94萬票罷免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人選 然後也要給高雄的鄉親認為說 國民黨有在地生根的決心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人選不管是誰 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的核心論述說明清楚 還有就是韓國瑜市長 他一年半的施政成績 其實像李四川 陳雄文 葉匡時 這些都是非常優秀的政務官 他們幫高雄留下了很多在地的政績 我覺得這次的補選 我們的候選人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把韓市長的一些表現 把它呈現出來 不要讓韓市長一直被黑 好 原子 這樣看起來 其實韓市長一直說了 現在國民黨面對很大的危機 就是說罷韓 那麼現在你確定罷國 但是他一肩扛起說與黨無關 現在要面臨的補選 補選現在傳出可能是無一定 但是黨還沒有出來說 到底會推誰出來 跟陳其邁來做一個決戰 那麼最新的國民黨改造 這三大挑戰 你覺得最難過的砍是哪個砍 三大凱召當然包括兩岸組織跟青年 是不是 我是覺得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是 有關兩岸論述的部分 然後聽說六月底的時候 有關兩岸的論述就要提出來了 那這也是年輕人會不會支持 國民黨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年輕人 就是認為國民黨對兩岸論述 講的比較不清楚 一直在提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經過了將近三十年 環境的變化是否還適合現在的兩岸的關係 可能也值得就是大家在修正或討論 重新詮釋 所以我個人也是還蠻期待這個兩岸的 兩岸的論述所提出來 不過因為我最近也有聽到一些說法 就是認為說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有點稍微閉門造句了 就是找到我們內部的人自己討論 而不是說像過去民進黨 那種比較大鳴大放 就是說大家一起討論 也許都過著很激烈 可是可以求得一個社會共識 到時候再提出來 我覺得說不定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而願志就我們目前了解 雖然說昨天這個韓市長 整個告別會上面 也是以一個瀟灑的姿態 也是感謝支持者的姿態來告終 但是現在其實有很多支持者不滿說 過去表明要來罷韓的 這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他們也希望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要來報復性罷免 你自己支持這樣的行為嗎 韓市長支持嗎 第一韓市 韓市長當然是放下了 我覺得最近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也不太會看到 韓市長講什麼政治的語言 或者甚至於可能不會有些政策行程 但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 報復式罷免的這幾個字 基本上我認為韓國瑜當初被罷免 就是那些綠營的團體 他們看不慣韓國瑜選上 就要報復了 就要想把他拉下來 包括游英龍 葉耀蓬 都是持類似的看法 覺得韓國瑜的錯就是偷了 偷竊了民進黨認為的民主勝地 高雄市 現在所謂的韓粉 或者是一些不忍看到韓國被罷免的 這群公民團體或韓粉們 這個不叫做報復式罷免 這個叫做複製式罷免 就是說複製民進黨的模式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要由公民團體來推動 然後公民團體推動一段時間 也許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可以從旁來協助 像桃園 桃園在罷免王浩宇 就是由一個社團 在地的社團叫做霸王別姬 那霸王別姬在推動 王浩宇已經醞釀 將近兩年的時間了 那現在他們也找了桃園的一些在地的 國民黨的党公職人員 在做協助 然後民進黨在推動韓國瑜的最後階段 整個集體動員 還包括黨主席下令動員令 我是覺得說可以到最後的階段時候 可以國民黨的人中間協助 最後看看社會氣氛怎麼樣 反正說民進黨怎麼對我們 我們就怎麼對他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報復 這是複製 好 我們謝謝原資加入我們這段的討論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原資的說法好像想說 我們只是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再貼到別的政治人物身上 因為現在罷免的門檻降低了 那麼又有韓市長被罷免的先例 現在看來不只是國民黨 接受到這樣的打擊 好像其他政黨自己也要小心一下 當然 現在的氣氛就像 之前我們好朋友韋漢 他很講的預言的 將會烽火連天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了 罷免是公民的權利 可是現在卻有人說這在報復 請問一下新華可以告訴我 哪一句話才是真的 還是公民的權利吧 他永遠就是公民的權利 既然在罷免之前叫公民的權利 罷免之後就變成報復了嗎 他還是叫公民的權利 所以不要再用一些話語話術 給公民的權利加上報復 既然他是公民的權利 他就是公民的權利 就算是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 一樣的制度大家應該是要 保一視同仁 是啊 只要像剛月言之的頭腦 就非常清楚 只要公民團體可以找出 罷免王浩宇的理由 罷免黃捷的理由 只要這些理由 在選民聽起來我認可 他真的有犯這樣的錯 他去從事罷免 他就是要報復嗎 那個真的是公民的權利 複製所有韓國瑜之前 被罷免的一些現象 他曾經貪章王法了嗎 他沒有為他的地方做事了嗎 他有賭職嗎 都沒有這些選項對不對 只是因為我不喜歡他 因為他落跑 落跑犯了什麼罪也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用一個現象 我加上他一個狀況 大家覺得OK 所以我罷免他 黃捷 王浩宇都是這樣 現在市長補選的時間出來 8月15號 可是這說好的三個月 直接說了半個月之多 可見民進黨非常的急 他希望能夠速戰速決 他希望延續罷免的氣勢 延續這94萬票 可以直接灌給陳其邁 就是所有的算計 他希望這94萬 可以馬上把情緒交還給陳其邁 那他馬上可以承接 然後就順利的當選 是 所以現在看來 補選恐怕也是民進黨 當務之急必須要趕快來做的事情 感謝你加入今天的政經話 跟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下次再見囉